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横向来讲,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王朝,纵向来讲,宋朝除了军事以外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中的佼佼者。 但宋朝的强大却被军事上的势力所掩盖,圣唐的辉煌也让宋朝显得黯淡失色。 其实使学界普遍认为宋代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端而非唐代。 宋朝在与少数民族王朝的征战中的势力以及领土的狭小给后世留下积贫积弱的印象,但其实宋朝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 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除了宋朝外从来没有一个王朝超过300年,西汉210年,东汉195年,唐朝289年,元朝98年,明朝276年,清朝268年,宋朝319年。 有人会问,西汉和东汉都属于汉朝加起来超过400年,但其实西汉末年经历往往建立新朝, 陆林赤梅起义,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也是汉室皇族后裔,但到刘秀这一代已经和平民无异了,刘秀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东汉,本质上讲是两汉室两个不同的朝代。 而南宋建立者赵构是宋徽宗的儿子,北宋的康王,属皇帝之系后裔。 北宋灭亡是由于皇室被俘,而不是内部动乱,而且南方的政治体系,经济状态还是延续北宋。 所以两宋其实是一个朝代。在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政府的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收,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阶层崛起。 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前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 南宋开启澳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冠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 清朝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 而南宋一冠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二倍。 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朝。 南宋中后期,中国仅只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 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16%。 宋朝经济的繁荣真不是吹的。